这款短发怎么剪 前两次给它剪的风格是这样 真固定以下提拉至水平减轻堆积层次 先行划分提拉修剪4-5公分长度 转角线以内随头型更位 转角线以外提拉至转角线定点修剪 得到落肩长度的效果 之后造型得到微翘的视觉 发量偏多头型偏扁的顾客 建议下去使用反曲线层次 这样得到更轻盈的视觉 上去下去长队尾引导建立三角堆积层次 为了避免三角堆积 在中部去建立偏宽偏重的形体轮廓 发片提拉的角度从水平逐渐向旁边转移的同时 降低我们的角度 建立轻盈的三角堆积流向 同时避免宽度和我们的结构形体偏宽偏硬 根据不同的顾客素材 在后续可以制造立体 也可以制造自然饱满的流向 而今天我们的设计主机是前后对比层次的同时 有错乱的质感 整个后续修剪的结果是为了制造头型的长宽比 以及是流向过度的均匀和自然 模特的发质偏粗硬 所以两侧要选择轻堆积的方式 接近于去除层次 起来修剪 长度设定为三到四公分 落点在耳垂一下 这也是避免使用去除层次 加大我们的两侧的张力 同时还原度会弱 同时边缘轻堆积层次和后驱的堆积层次 进行衔接和过度转化的时候 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连接 非常自然和流畅 要想使我们的后驱头型看起来饱满自然 同时也要使我们的宽比度得到约束 垂直向上去抹脚会更容易得到好的结果 而上驱的层次 水平向下具体来建立重量的轮廓进行修剪 既保留表面的质感 也会有更好的还原度 两侧以后驱的长度 引导建立三角堆积重量轮廓 我们也可以结合现场的素材 前面剪边缘层次 结合八字刘海 得到非常商业的刀发的视觉 在整个演示的过程中 我还剪了公主切 类似这样的造型给大家去演示 刘海的长度设定在眉上 再也刘海的长度 引导我们边缘层次进行修剪 垂直于转角线进行体拉 切口随头圆 在施发的过程中 建立两侧的边角 和我们整体前部区域的轮廓 要偏硬朗有质感 这样前后形成的对比视觉才会强烈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设计思路 我们想要表现质感错乱的结果 一定是先建立在比较立体 和低层次的角度之上 再去去除它多余的重量 这样的结构 才会使我们的结构表现得有质感 和随意柔和的同时 可以产生一定的重量 层次越丰富 得到是动感的视觉会越强烈 而层次越低 得到轮廓就会越强烈 所以我选择两者之间 保留一定的厚实度 在进行切口的一些变化 边角减漆减干净 前边缘层次 选择的长度和后区 是不连接层次 干发的过程中 把原有的切口 进行点减柔和细腻 这时候所得到 只是前后的轮廓比例的分配 但并没有得到 契合头型的柔和度和流向 在前后转角面和上下转角面 去柔和我们的发烧 和结构的柔和度 而这款挡发最有表现力 是在刘海最后的 错层层次基础之上 去呈现边角的上方 和我们刘海过渡的区域 如何用去除层次 去减错层叠加的一个结果 在边缘去除层次的区域 建立不同的切口 产生不规则 以表现虚和实的过度 尽可能我们用提拉角度 来控制柔和度 和我们的顿挫感 这样才会有更强的对比性 和更高的还原度 再去处理耳后点着细腻度 最后呈现的效果 就会极其随意 这是高端设计师 不可或缺的一种表现形式 希望我的回复能帮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